拘警 好啊 不用開拘警 所以你們都看過了嗎? 看過了 是剛剛看的 我們之前就有看過 剛大是第一次看 我是第一次看 剛大覺得第一次看的感覺如何? 好大 好大 我覺得 有啦我第一次看還是不得不 我一直在想我自己演得怎麼樣 對 然後 就覺得 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真的超級沈默寡言 對 我本來就已經蠻少話 那個時候我就把自己撐到 去不講話 我覺得你一直都在演這種苦情暗戀 對啊 有沒有很 演戲有沒有很痛苦 有啦 最近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角色 有點開心 有啦 可是片中跟那個程翔關係蠻緊繃的 你們在片場會互動嗎? 還是會喔 因為兩個角色都蠻壓抑的 嗯 現場我們 對啊其實 蠻歡樂的 算歡樂 因為其實我也不太敢去打擾鋼大 因為他就是一直都在那個狀態裡面 嗯 所以就有時候看他好像真的 太 抑鬱的時候會去找他哈拉一下 但就是有默契的 就是大家知道上戲前的狀態的時候 就是會 有默契的就是默默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給大家一個空間這樣 有口罩 口罩其實是可以搭 口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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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在拍攝中 哦 對 謝謝 就面目 請 嗯 因為剛剛看大螢幕這樣 一天要不要分享一下這次 拍攝的心得如何 拍攝心得嗎 因為這部電影算是我的第一個戲劇作品 然後我覺得導演幫助我很多 因為在那之前我沒有真正的演過任何一齣戲 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台詞或者是動作會有點僵硬有點尷尬 可是導演就是會很細心的跟我講整個來龍去脈 然後帶我進入角色這樣子 然後慢慢慢慢的就比較熟悉了那個節奏什麼的 你那時候剛開始看到劇本的時候 有覺得說這對你來講不容易嗎 還是這個角色有點不理解他心理狀況 心理的狀態 我剛開始接到這個角色其實我覺得我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他已經沒有像剛大或者是程翔有那種很大的情緒上面的起伏 所以 就是 多跟導演溝通 然後看導演希望這個角色是怎麼樣子的呈現 那你在片中最多最熟悉的應該就是子妃吧 兩人合作怎麼樣有沒有一些片場有趣的小花絮可以跟他分享 有趣的小花絮 有趣的 他常常被我 這就是有一段那個在投飲料那邊 然後在跟他拍戲的時候都很常逗樂他 他就覺得我反應很誇張 對因為我跟子妃第一次對到的時候我就覺得他整個人已經非常進入角色了 然後覺得他就是一個很活潑很外向然後對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的一個女孩子 可是我後來才知道他私底下是比較安靜的 可是因為我第一次認識他就是這個角色 所以我就以為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對啊 嗯 嗯 嗯 他有說什麼笑話都樂你嗎 笑話我超不會講笑話 他對 他就是一些舉動吧 嗯 就是 對 舉動 比較卡通一點嗎 就是很活潑啊 而且我覺得他體力真的是永遠用不完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好是也有在錄全明星 所以我每次來片場的時候就是 基本上就是讀一下劇本 然後就開始妝髮的時候就是在休息 然後他就是會一直很high 處於一個很 很活潑的狀態 然後一直到凌晨可能兩三四點收氣的時候 都還是蠻有體力的 嗯 還是其實你投影到鏡你都是投Red Bull之類的 裡面裝的是Red Bull這樣子 有啦還是有小小球的地方就是 因為其實長時間 然後有時候我們可能是夜戲比較多 就是都到快要早上凌晨 然後有一次就真的很糗就是 我跟子杰有一場戲就是我要演睡著 然後他為了怕我聽到隊長機的聲音太吵 就是捂住我的耳朵那一段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好像已經凌晨四點多了 我就是不小心真的睡著 我就覺得有一點對不起他 因為我真的就是不小心睡著 但還是照眼就是導航還是有開 就是很真實你知道嗎 就有一種真的被這樣子蒙然後 然後睜開眼睛有一種 我是誰我在哪裡 喔 梅芬你來了 就是有那種 這竟然是什麼情況 就是很真實的那個反應 還是有累的時候 就是不小心生理上的反應 有被發現嗎 被他發現而已 又很明顯 是有功還是怎樣 沒有功 沒有就是他那個睜開眼那個刹那 我就會覺得喔 你這一顆鏡頭一定不會NG 真的睡著 就真的真的是在睡覺 對 很想就是有沒有苦戀單戀過 然後有沒有 因為在電影裡面就是有那個 突襲親吻的那個橋段嘛 然後他想要問一下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或是說跟別人競爭追女友的經驗這樣 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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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問你第一個 有沒有苦戀單戀 苦戀單戀 當然有單戀過喔 因為 不可能你喜歡的每個女生都會喜歡你 所以其實從以前 學生時期開始 因為我是一個屬於比較被動的人 所以不太會去主動的追求女生 但就是會默默的觀察她的 舉動啊 然後 然後 偷偷 傳指條 請認識的人 幫我拿給她 類似的這種 那突襲親吻呢 突襲親吻倒是沒有 有想過嗎 怕被抓進去她 哈哈哈哈 那他想問說 那你有沒有跟別人競爭 就是追女友的經驗 競爭喔 然後 一樣是那種學生時期 就是 以前學校都會有什麼 校花 校草啊 那種 然後就會當然就會 學生時期就會覺得 啊 校花好漂亮 然後很想要認識 然後 那時候就會有什麼投票啊 投票 然後就會 對 把一些資訊 就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 讓大家幫我去 傳 就傳個話啊 什麼的 小時候反而比較主動 長大後就 越來越 俗辣了 所以 競爭的結果 有勝負之分嗎 勝負的 這個倒沒有什麼競爭 但我有一次就是 跟我的 那時候的好朋友 一起 喜歡上一個女生 喔 對 但這種就是公平競爭 就是講好 就是我們的友情 是不會破裂 不然最後是誰 爭到 對 就最後你跟你的好朋友 就 最後就 畢業了 我就走了 所以這兩個都沒有爭到 最後 其實那個女的 那時候有一點在 故弄玄虛 就是 也沒有想要跟 哪一位就是 就是 在一起這樣 就是反正就是 幾十同 開放式 就那時候 就一些小招啊 就是先 隱藏等它上線 馬上 一起上線 這種 都做過都做過 對 好巧喔 你也這個時候上線 製造巧合 我們已經等很久了 那一種 沒有嗎 最後是你 你畢業已經轉學收場 不是 因為我會覺得後來 自己覺得就是 好像 沒有 沒有 沒有那麼 值得兩個人 去爭取他一個人 就是 覺得如果要這樣 故弄玄虛的話 那大部分就不要了 就是 一直不選擇的話 會很怪 而且就是 跟我的朋友 可能友誼會慢慢破裂 雖然我們已經講好 但是 小孩子就很容易 會惱羞喔 所以你在感情上面 是屬於比較 人間清醒的 人間清醒 人間清醒 可能因為是摩羯座 很好的形容詞 人間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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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人間清醒 人間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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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程翔你在浪漫出北 給你那種角色的那種 守護型的 到現在演得還蠻油刃有魚 到現在也是演得很好 那你實際上的個性 是這種很淡定型的 我是屬於淡定型 但是就是 如果真的 要生氣 我是會整個炸出來的那一種 但我平常是很淡定 就是 真的就是 很壓抑 師傅有什麼東西炸過 被誤會吧 就我沒有做的事情 誤會我的話 我就會 有點炸過 這樣 但電影裡面沒有 被大誤會沒有炸 沒有 黃志傑很屁死 對 所以其實一開始 有一些 劇情不理解的時候 就會去找導演講說 欸導演 為什麼 是這個反應 因為我真實的反應 會是這樣子 那我會想要知道 黃志傑的狀態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做出一些 可能我們 我本人不會做的事情 因為志傑就是 藏得很深的一個人 其實好像 一開始會不太了解他 到底是在想什麼東西 因為他都笑笑的 導演 導演 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怎麼樣會選角 就是選角的過程 還是怎樣 選角的過程 每個演員 請過來 跟他們 就是 世系是基本的 然後主要是跟他們聊心理狀態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幾位演員 嗯 應該是整個 如果 如果是講剛大的話 其實 少平這個角色 蠻難找的 然後其實我 Casting的大概四五十個 都沒有很OK 沒有說沒有OK 就是因為 看這個電影的第三幕 一定要是 嗯 少平撐起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 是覺得這個角 這個演員 一定要很會演 這件事 才有那個氣勢這樣 然後 呃 加上 通常我們會給一個 普通對話戲 跟如果覺得他還不錯 就會給一個比較崩潰的戲 然後崩潰的戲就是那個 小如墜樓的那一場戲 就跟Casting就是 時好就討論 我說可不可以 因為他也是演員 我就在想說 可不可以請 呃 試戲的時候試這場 我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他說沒關係 因為我們你真的試不出來 我們就用這個來試這樣 然後 然後那其實我一開始只剩了十個 接下來我都有請他們 就請來的各種演員們 請他們試那一場戲 呃 幾乎每個人都拒絕我 不願意試那一場戲 因為他說我現在沒辦法 這個情緒 然後 剛大是唯一一個 當然他已經是很厲害的演員 但是他是 我告訴他說可以試試看嗎 他是說給我三分鐘啊 然後去面壁之後過來 然後我們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我今天坐著 我跟Casting 然後他在這邊 然後他這邊演的時候 是面對我 就回頭面對我們 我們兩個是沒辦法呼吸的 就是兩個沒辦法呼吸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走為止 就有一種 好就他不要 不要再試了 就是雖然後面還有 還是有看完 可是真的 真的沒有人願意試那一場戲 對 然後我就覺得他非常厲害 而且他願意試 同時也是很好 就很努力 嗯 然後 這個雨天是因為他 就是 就是他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起來他很時尚 我也是試的時候 跟他聊的時候 發現其實他是一個很open mind的人 就是 好像跟我原先認知的他不一樣 就是可能很時尚 或者是好像很活潑 他是活潑 可是我覺得他是那種家教很好 然後 就是 很有禮貌的人 就是阿問有一種這種東西 這種特質 然後可是 坦白說我一開始 也會為擔心他第一次 就是 演大影音這件事情 然後我跟表演老師都非常的緊張 然後我們表演課的時候也是 就是還有特地叫他跟 因為他們兩個常常對 所以我們就叫 雨天跟子妃一起去試 就 就是他試了一場等待的戲 就是試得很好 他自然反應很好 我跟那個 石豪跟那個 才藝是 對看了一下 就 可以這樣 就是他本來是我最擔心的 但是瞬間就 就放心很多 然後我覺得接下來他只是需要挖內心而已 其實他的 可能因為open mind的關係 所以他的自然的行動其實都很好 這樣 然後 呃 對不起你是最後 哈哈 壓軸 對對對 那子妃因為之前都有講說 其實我 每一個角色都開始聽很多 子妃也是 那個小花這個角色也找了很多人 然後 大家都有各式各樣的小花 但是我其實在壓線的時候才選了那個子妃 呃 原因是我請他來的時候 他 一開始是 怡君 對 我其實找他怡君 那不是小花 一開始 對 然後其實他來的時候是稍微再瘦一點點 但我 大家有發現他現在又比較瘦一點 我說欸可不可以再吃胖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 欸 要問他的意見嗎 然後他剛開始試的時候也是 我覺得他都試得很好 但是他有一種某一種故作堅強 可能跟他當下的心境有關係 就是生命經歷已經走到那邊了 所以 有一些倔強跟 沒關係我可以的那種 在開朗底下有這一塊東西 所以其實 我有 看到他的特質是這個 對 所以挖出來的時候 後面的其他的功課 就是有看到這個子 我就 想說之後用好好聊的 這樣子 然後程翔就是 欸這個角色也選了很多 然後 因為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 表演老師或者是 開始的人就問我說 欸請問你覺得帥哥是 哪一種 你舉例給我看你的帥是什麼 我們比較好找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個帥不是皮囊的帥 帥要是 就是演的時候 某一種氣勢的帥才行這樣 然後 其實他們也找了很多皮囊帥給我 我就想說 男主角當然會有皮囊帥 所以又花了很多時間 跟每一個人來聊這樣 聊到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聊這麼久 這樣 然後 他就被 他可能也有這樣 因為他來了三次 那第一次是 就是普通對話 然後第二次是 就是那個修羅 我們統稱為修羅 我想就是進不去你世界的那一個 然後第三次是 跟他聊心理狀態 是你有沒有心理準備要接這個戲 因為 就如同大家之前知道 就是他看到劇本的時候 會覺得 因為不難演啊 呵呵 的時候就 結果 結果 他當時他就說 好我會努力的時候 我那時候心情是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 我說的努力跟你說的努力 有什麼不一樣吧 結果他就直接就去了 很辛苦的一段旅程這樣 但 中間也是因為 他有一些特質很 很適合這個角色 就是 強的部分 應該說 可是我覺得這很難耶 你看 直接有個牆 可是他是 他也有那個東西 但是 是個作為演員 又必須把牆先卸掉 所以我就是失算 就是 要把牆先卸掉 你再組牆之類的 所以那個溝通 其實還蠻辛苦的 這樣 我是不是直接說錯了這種事 溝通辛苦才會有好的成果 對對對 所以我們 其實花了 很多的力氣這樣子 對 大概就這樣 好精闢的分析 對 好校園之間的那個成果 要不然我可能會在這裡想半小時 我就對不起大家 剛才那個程翔有分享說 校花這件事情 那紫飛應該也是校花等級 有嗎 就是 作為 大學的校花 是不是追求者也不少 然後有沒有遇過什麼 被追求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被追求的事情 你是一個直接打槍的人嗎 還是你會 捨不 就是 顧動選區 或是下不了手打槍這樣 我覺得我好像 我真的很少遇到 人家會主動追求 可能是因為 看起來很有距離吧 就是 唯獨一次 就真的是 國小六年級 就是 學生時期 就等了一種追求 就是那種棒球 我校隊的男生 就是 給我禮物這樣 但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 所以 那時候就是謝謝他 就是當好朋友這樣 然後 長大之後就 比較 真的比較沒有遇到 會主動來追求的 就是 真的假的 就可能我看起來 很難 也有距離感吧 我常常被這樣子講說 好像很難接近你 或什麼的 所以你的打扮不宜君呢 不宜君 我超不宜君 但那時候去宜君 還是把那個角色的東西 就是努力做到 我想像中的宜君 對 所以都 演宜君的時候 我就說 他不是 哈哈哈哈 不行這樣 哈哈 然後就是 你要不要就是 就是 因為我沒有在分大小 就是那個角色 他不是 然後就 就拜託 你要不要再準備別的 因為我們其實都會先發給他 所以就會發 那邊有小房間 你要不要去 是 三場 小房間 新的場次這樣 嗯 那水大部分都是你主動的 應該是說 我覺得是透過相處 就我比較不是那種 會表白 或者是被表白的人 就是 常常是那種 相處之下 覺得很舒服 合同的話 就自然發生 對 對 那雨天 因為在片中 阿溫是比較深情 然後那邊等待的角色 你自己現實中有 你說等 一直這樣等嗎 對啊 他是等到沒完沒了耶 對啊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我現實中 不會這樣等 對啊 我們有為了表演課 是坐在那裡叫他等 對對對 因為他不習慣這件事情 滿久 而且因為那時候不能拿手機出來滑 對對對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手機可以打遊戲 我記得這個 對 然後 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看 或用 嗯 先讓他熟悉 然後再 我們就有聊說 等的時候通常會想什麼事情 之類的 對 看你那時候在想什麼 還要多久 什麼時候要下課 什麼時候要下課 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換我手機 然後想好手機 對 因為沒有手機的話 現在的人感覺會比較 真的會十分鐘就會覺得很久 會耶 對 但如果你拿手機十分鐘 欸十分鐘到了 有一個依賴 你的依賴性 結論 手機很重要 手機很重要 對現代人來講 現在電影就是準備要上映了 大家有沒有一些 呼朋影伴啊 或者是 這種推票房的一些 方式 大家有沒有一些妙招 我們跑了很多校園 對 真的 我們跑了二十歲 很校園很高 非常非常多校園 真的 導演也講了非常多話 真的 很辛苦 這學生的反應如何 看到連城翔就 哇呼 欸其實會傲耶 真的 哇呼 我以為 對我以為只有 哇呼之類 但就是還有別的的時候 就突然感動 對 很多反饋其實 對 對 不只是那種 看到就是主角們的尖叫聲 更多的是他們看完這部片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還蠻重要的 就是他們在這部電影感受到了什麼 就是那個回饋就是真的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們有時候 跑完校園會 就是會有IG 會有收訊息 然後我就說 欸我有收到一些訊息 然後他就問 那你都收到什麼 我說你們應該是 啊帥沒什麼之類的 我說我都收到這麼長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分析電影給我看 說我看到的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在那邊 你知道我都 我還記得我 因為有光雨哥的那個聲音 我在幫他寫卡片 在Seven底下的時候 在寫的時候 剛好收到一個那個 盛心女中的學生 就分享了他的 就是他的感想這樣子 然後我就差點在那邊 就是大崩潰大 但是我想說 還沒上一不能哭 這樣然後就馬上的截圖 發給我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 其實都非常的團結 剛剛說現場其實都還蠻歡樂 所以立刻的 傳給我的攝影師高姿後 然後姿後就說 送啦被看懂好爽喔 之類的 或者給那個剪接師剪接師說 哇太讚了之類 因為我們是那種 做完還是會一起參與的團隊 所以其實大家感情都很好 所以我也有傳給也就是說 真相 就說你看 然後他們因為也會 那時候我不知道你們看全片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知道 就是反正好像看了 然後其實我們都有感受到 我們有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可是我們也會有點微忐忑說 會不會年齡差或是什麼太生了還是什麼 這樣子他們會不會沒有感受到 可是實際上是他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年紀好像不是問題 重要的是我們的心靈可以溝通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還蠻重要的這樣 有沒有遇到那種學生粉絲就會說 三位男生主演 就是如果 還是要當我男朋友 或者是我最喜歡誰 或者是 大家開始排行榜了嗎 目前沒有 但是他比較失 他就比較吃虧一點點 雖然是對角色的關係 但我都會轉化一下 因為他們可能 小朋友都會說 這個這麼渣 或什麼 那類的 我就說等一下 渣 我就可能會 因為我覺得走跑校園 其實我還蠻開心 可以告訴他別種觀點 比如說 渣可能是我們給的定義 可是有時候 他們可能只是 比如說 少平他只是還不會處理這種情況 就是可能就會藉由這些 像我前兩天應候的時候 後來 後來限動他們有自己轉發我講的話 就是 因為我覺得少平的狀態就是 他最後在抱小華哭的時候 他還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要這件事 但其實對我來說 這個角色很讓我心疼的事情 就是 他什麼都想做好 什麼都做不好的感覺 那 我當時就跟學生說 我覺得適當的殘忍 適當的殘忍才是善良這件事情 對 所以他們也有所獲得 所以裡面每一個角色 可能都會有一些做不對的事 甚至是子潔也會 你如果真的要用很高的標準 去探討每一個角色 我會覺得每個人都在學習成長當中 這樣子 所以其實都有自己的課題 欸其實我們要先幫成長 因為他們有時候都比較煩悶 剛大還是好 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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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歡做的手勢了 那大家猜一個名字 這一次 這一次大家有拍到嗎 猜一個 片中演員的名字 片中演員的名字 就在這裡面 你講話 你講話 阿 阿 五根手指頭在飛 跟大家可能是非常會答 以白眼 爆到你 大家想說 你會看到你用他的什麼反應 我笑歪啊 為他良心打仗 我笑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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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感恩感恩 謝謝大家 謝謝 好乾喔 因為你們太沉重了 講到後來好沉重喔